老爷爷怎么还没来 是啊 他说的是在这等咱们呀 老爷爷怎么还不来 老爷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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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啊 老爷爷怎么还不来呀 老爷爷怎么搞的 怎么还不来呀 老爷爷 老爷爷 看这小嘴 撅得多高啊 还生我的气啊 我想要我的背壳 这容易啊 走走走 来来来来 好 你们看着 原物凤凰 就是昨天那两个 谢谢老爷爷 现在该回答问题了吧 他为什么叫背 长得像什么 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还是没有想出了 你呢 昨天晚上 我想了半夜 结果想着想着 就给睡着了 好 你们看 两个叔叔叔在钓鱼 嗯 再看 嗯 再看 你看 他两个人的脊背 像不像这只贝壳啊 嗯 有点像 仔细看 仔细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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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就是几背 嗯 所以叫背 看 这就是背字 背壳的背 宝背的背 这个背 与人的脊背的背 同音 背 波 背 背 背 来 嗯 来 拧开看 传说呀 这种海拔 住在水晶宫里 是一种能够吞云土物 建立仙境的神 所以就把它叫做肾 以神性的神发音相似 后来为了说明这是一种爬虫 又加了一个虫字 这就是肾字 诗恩 肾 肾 人们在大海边 或是在沙漠里 有时会看到远处有一座宫殿 这叫做海市肾楼 就是这个肾字 为什么叫肾楼呢 因为啊 传说中的那些海市肾楼 都是他造的 你们相信吗 哈哈 他还会造楼 可笑 海市肾楼 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 这肾 只是一种食物 可古人相信 那为什么 在这个字下面有个虫字呢 嗯 这说明啊 造字的古人 是把它看作虫 而不是神 嗯 有理 有理 音质 有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叫啥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再看这个 哎 那个圣子下面的虫子怎么不见了 他被咱们接了老底儿害羞逃跑了 哈哈哈哈 这个字念尘 古时与圣子是一个字 通用 后来人们用来表示天上的星座独作尘 也就是常说的日月星辰的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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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 宝贝 宝贝的贝 贝壳的贝 嗯 嗯 我的贝壳呢 嗯 在这儿呢 哎 哈哈 哎 哈哈 哎 在这儿呢 啊 哈哈 给我 在这儿呢 给我 哈哈 哈哈 哈哈